内地在疫情初期已经将病毒株分离 不过就没有足够的基因动物可以进一步做临床实验 中南山团队在礼拜五宣布 已经成功研发了飞转基因的老鼠动物模型 评估新型肺炎康复者血漿和瑞德西韦 对新型肺炎的治疗作用 结果显示做了血漿治疗和药物组的老鼠 肺部病毒濃度都明显降低 而且病理船伤减轻 研究结果前一天 已经在国际期刊细胞发表 另外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 在城中村首次发现因为污水渠破裂 导致糞便污染的传染过程 造成三栋楼的低层住户 一共八宗的确诊个案 我们在病理二楼厕所捡到了核酸阳性 说明粪便污染的环境 通过管道的破洞流到了一楼的地面 那么粪水又怎么到了后面的两栋楼呢 原来他们家的地势较高 发病后两天又有大雨 把这个粪水扩散到了后面的两栋楼 地势较低的两栋楼 病理回到家都不换血 广州卫健委说市内已经连续46日 没有新增本地确诊个案 现在主要是境外输入个案 不过呼吁市民不要松懈 在密闭空间仍然要记得戴口罩